我們要請他是不是能夠公佈一下 陳菊的時代我看那個有一份資料 好像大部分都是五點多六點多 就休息了 要讓菁姐早點回家吃晚餐 然後唯一超過七點好像是一天 我目前看到數字是這樣 只有一天是超過七點 如果有更長的時間 那也請他公佈一下好不好 因為他當時議長 對對對 那但是大家知道嗎 韓國瑜在上個會期的時候 他是被質詢到幾點 十一點多 晚上十一點多 對 差別這麼多 所以你說我是覺得 真的民進黨不要兩套標準 總質詢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時間 那麼也要請你們可以公佈一下 陳菊有沒有在議會開業期間 請假出國 在總質詢的期間 陳菊當市長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用書面質詢 跟蘇貞昌一樣 用書面質詢讓他們不用備詢 所以當今天綠營的這些人 好像義正言辭說 他們要出來捍衛人民的權益 要捍衛監督權的時候 我們在前朝的時候 完全看不到 你們所謂的監督權在哪裡